好 呦 现在呢各位 现在是不是各位看到是我的画面吗 哦 好 那你再看一下看一下 我开始做了 来 导圆角的指令是不是这个 点下去之后 我现在开始按照黑板的顺序做了 开始执行以后呢 先打上R 大写小写都没关系哦 好按一下Enter 打上0 按一下Enter 因为要做好多次 如果只要做一次的话 那现在就可以开始做了 那因为要做好多次 所以打上M 代表多重要做很多次 好 Enter一下以后开始 你看哦 选第一边这样子咧 选第二边这样子咧 诶 等一下 那我的修剪还要再做一次 有没有看到一个修剪 它被设定到 要不然内定只是会修掉的 诶 对不起我再多一个设定 各位有没有看到修剪T 按一下 难怪 你看有没有看到 它写不修剪 这样不行 我们要选修剪 内定是不修剪 内定是修剪 对 它有被改到 内定通常会修掉的 好 好 那我再做了哦 点第一条线 点第二条线 看是不是修掉了 点第一条线 点第二条线 至于谁先选 都没了解 反正一边两边这样就OK 一边两边这样就OK 这样会了吗 四边都修掉了 按Enter结束 好 就这样子 所以圆角其实是0啊 它呢 可以当做修剪来做啦 好OK 来交给各位 屏幕还给你了 嘿 我们利用这个上字图 帮你复习了偏移 然后也帮你复习了圆角 利用这个圆角指令 你可以把多的线把它去掉 它就形同为修剪的这样一个动作 本来看看 欸 老师 这个不送四席 没有